IT宣播报 之前的圣核赛来举办 也让人不由的怀疑 难道iPhone8也将会在本次大会上 正式样向吗 毕竟此前诸多知情人士都爆料称 iPhone8的生产难度太大 苹果可能会采取先发布 延后上市的策略 除去iPhone8 苹果将会在本次WWDC大会上 更新一系列系统 包括下一代的Mac OS iOS Watch OS 与TV OS操作系统 同时苹果还会在本次WWDC大会上 发布一款新产品 Siri智能扬声器设备 说句大实话 不管你iPhone8长什么样有多丑 总有珍爱国粉本买单的 苹果你只要在大会上公布下价格 接下来改卖肾的去卖肾 求个痛快